妹妹她生了很不好 很不好的病 怎么办呢 描写六位癌末病童 在家人的陪伴扶持之下 于病房中对抗病魔的故事 导演魏德胜表示 这部见证奇迹的电影Big 灵感来自多年前访问过的 一位骨癌患者 他却对生命充满了乐观态度 是令人佩服的坚强斗士 他跟我讲说 他在儿童癌症病房里面 他没有看过一个不想活的孩子 这句话让我比较震撼 所以我就觉得说 原来这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地方 所以我才会想说 要透过这个题材 来把它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最好它是可以包容所有的病童 不同年龄的病童 再加上不同社会阶级 不同婚姻关系 不同年龄的这些爸爸妈妈们 把它集合在一个大病房里面 让他们从冲突到磨合 到互相扶持的这个过程这样 所以会取Big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 我认为虽然我不想要让大家都觉得 病童这个名词 我想要让大家认为他们就是都是个Big 都是个大人物 都是个好战士 本片一大亮点就是为德胜找回 范逸臣和田中千惠 来演孩童的父母 戏里戏外再续海角七号的缘分合作 两人默契十足 这么多队的父母 这么多队的演员 不留一对给他们有点说不过去 再加上我觉得 如果设定这个 他的孩子刚好是从 海角七号算了大概15年的时间 所以他的孩子14岁 感觉好像也刚刚好 如果说就把它当作海角八号来看 夫妻从2008年开始 真的有在一起了 然后真的生了孩子了 然后事业有成 然后又面临到了 那个婚姻触交的一个阶段这样子 感觉也算完整了吧 加自然 跑堆 另外由韦德胜征选的六位 演技自然生动的童星 再加上王梦霖 陈伯正 周厚安等实力派影星互标演技 精湛的演出让韦德胜深深感动 特别是那种生离死别的那种过程 特别是孩子出生也好 然后或者是孩子离开也好 那种父母在表现那种痛 或者是孩子在表现那种 没有精神的那个时刻 都会让人心疼很久很久 那特别是比较敏感的孩子 他会完全陷入其中的那种表演 还有家长们也是 那种完全投入的表演 在旁边的人看起来就真的觉得 我从来拍戏没有流过泪 以前那这次我流了好几次眼泪 我觉得我们的演员真的都很棒 不管大人孩子都很棒 就是该到位的点 每个人都 就是那种情绪啊 什么都是互相感染的 因为我们这部电影很多群细 那只要一个人的一句话 煽动了 大家的那个情绪 马上就会涌上来这样子 为了让北美观众 欣赏到这部好电影 第六届北美台湾电影巡回影展 还特别邀请到韦德胜 在美传达满满的这能量 我也想要透过这些电影的 这些孩子们在努力的这个过程 让所有健康的人 都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自己是 我只要烦恼每天的生活就好了 他们要烦恼是每天要面对 生命来去的这个压力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努力 让自己活得更精彩一点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国界的 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一个正能量 也希望这样可以传遍到全世界 所以我们的副标叫做 让孩子拯救世界 就是说让这些孩子 他们纯真的这些正能量 让整个世界都可以得救 都可以大家能够活得很精彩 很有价值这样 就很厉害 惠德胜的最新电影Big 自3月8日在洛杉矶放映口碑爆棚之后 导演将带着电影继续前往美东 美中加拿大和美西各大城市 巡回放映 让台湾电影在北美开创另一片天空 北美观众查询电影播映详情 请上脸书查询关键字Big 让孩子拯救世界 东西新闻英红文 在好莱坞的采访报道